這段影片簡單和大家分享 YouTube行動版改版後的新功能 和新加入的手勢操作 不過這段影片主要是為了測試 iPhone 12的收音和錄影效果才拍攝 所以現在先來看一下 YouTube行動版改版後的新功能 現在已經把CC字幕 直接放在影片上 你不用再去點右上角的小點 才能選字幕 你現在直接在影片上 就能看到CC字幕的開關 另外一個是自動播放 自動播放的功能 可以移到的 畫面上 另外 如果你想要 把影片 如果你想把影片放大到全螢幕的話 你可以往上滑就可以了 如果你想要退出全螢幕的話 往下滑 就可以了 全螢幕 往上滑 退出 往下滑 不過這個手勢 雖然這手勢是新加入的 不過其實也 以前也是有更好的替代方案 如果你要放大到全螢幕的話 其實你只要轉手機就好 然後你放大到全螢幕 拉大 縮小 要轉回來 又縮小了 其實以前就有更好的替代方案 只是說現在YouTube要加入了新的手勢 用手勢就可以放大畫面 縮小 就這樣